其实在一片掌声当中 大家都希望我还是可以买到 大家觉得物有所值的车款 那物超所值当然最好 把自己的预算能够集大化吗 那这件事情呢 我们就来看看答案们 现在的首选车款会是哪些 如果我们抓在百万内的集聚的话 我们看到了大家给出来的答案 德哥 你所推荐的是Focus车型 对为什么 因为你喜欢开车的人 你一定希望你有一台运动性不错的车 那底盘好 坦白讲现在国产车的底盘 跟过去十多年来 你会发现大幅的精进 可是除了底盘调校优异以外 你要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引擎来搭配 那会买国产车的朋友 无非就是希望能够精打细算 所以我觉得百万元内 我认为科技等级最高 然后操控还有它的 这个就是开起来乐趣最高的 莫过于Focus 因为1.5升的三缸涡轮引擎 你知道我零到100坦 它才不到8.5秒 8.24秒就可以达到 某方面来讲 性能已经有一个水准 那再加上运动化的底盘调校 你在跑山路甚至下赛道 你都会觉得 这台车其实比你想象的 要来的更轻巧 而且它现在的Level 2 我觉得算是很精准很好操控 那尤其像最近它有推这个 就是加配备不加价 追加12.3寸的LCD仪表 还有E-Mero 所以我觉得 等于整体来讲 它算是有相当高的CP值 而且你看哦 大家推荐选项里面 Focus车系 其实就拿到两票 这是大赢家的感觉 小南推荐的是Focus的Active 对其实应该说在百万内 大家都会想要找到 我最好是可以一车多用的 这种车款 那以现在大家生活形态来讲 假日就是很喜欢去户外 所以像跨界休旅这种车型 就会特别受到欢迎 那像德哥刚刚讲的这些优点 其实基本上FocusActive都有 但是呢 因为它是一个跨界休旅的设定 所以它在离地高的部分 比如说你如果跟STLINE来相比 STLINE离地高大概12.3公分 它是16.3公分 所以基本上它是高了4公分左右 而且呢 它的这个前后旋 就是因为都比Focus 还要提高了至少4公分 所以它这台车呢 在整个驾驶上 你会有几个跟Focus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第一个 你的驾驶视野变得更好 那如果你去山区开车的时候 其实你的视野都会变得比 像Focus那么低 还要来得好很多 再来的话就是呢 它的悬吊 其实也是当初德国 重新帮它重新调配 它不是把它升高那么简单 但它后面又是 多连杆的独立悬吊 所以基本上它开起来呢 这台车其实就真的很像 Focus穿气垫鞋 每次我讲到这台车 就是它不会因为说 好我变漏咖 然后我就很容易弄咖 对而且它很奇妙一点是 它虽然说 做起来比Focus舒服 可是你真的在山路激烈 操架的时候 它又有那个运动性 然后再来就是说呢 它还有多模式 像它还多了像防滑 简陋路面这几个 它总共有五种驾驶模式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真的到一些烂路的时候 它也稍微有 接近轻度越野的这个功能 然后去年的9月呢 它还增加了像Dynamic LED的 这个智能动态的照明系统 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重要 因为你如果是晚上 你在户外的时候 它里面的18组的这个LED 它其实整合六大功能 比如说有主动转向 动态多光型 智慧防眩运光灯等等 那在百万内你要找到有这个功能的 这个灯具功能的车款 其实就已经非常的稀有 再加上刚刚德哥有讲到 它近期还增加了 12.3寸的数位仪表 然后再加上本来的HUD 手机无线充电 BMO音响 完整的Corepire 360 还有1.5升的 这个这么够力的引擎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这台车说真的 它其实没有什么好挑剔的 再加上它是中型 中型的一个车格 所以基本上小家庭也都是够用 然后如果你现在买一车 尺码对你来说很重要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行男推荐的选项 Fabia它其实是有长大了 会让大家觉得更好用了 对不对 其实介绍Fabia之前 我要先讲 我原本这个几句 我也是推Focus 真的 因为我左右邻居都选了 其他说可不可以选一个其他车格 所以我就决定 车格再降一点 小一点的 Skoda的Fabia这台小车 但我们都说它小发变大发了 这一次 它已经车长来到了4米 整个车长的车格急距的放大 当然是用了现在 MQB A0急距这样的一个空间设定 那其实向来Fabia 或是Skoda他们家的车的空间的机能 使用都是非常好 那我觉得Fabia跟刚刚讲Focus的话 它如果我们试驾当初是在澎湖 有开这个比较高规这次新增的 1.5四缸的动力 那刚刚德哥有聊到 哇其实Focus的加速已经算1.5三缸 很轻快8秒多指测 那这台如果Fabia 你用1.5的四缸车型 150匹 25.5公斤米的扭力 原厂的0到100只要8秒 也就是说你如果想要有一点 这种微缸炮的这种感受的话 你可以选1.5的车型 但我个人如果去买Fabia 我会选1.0三缸的 我觉得一方面排气量的税金就有优势 再来就是你看它的数据也有110匹 然后它的节能是我觉得很棒的 一公升能源局油耗 19.2公里 那加速也不慢 也是10秒内 它0到100是9.6秒 所以也就是说开在路上 我觉得9.6秒已经是有 轻快感觉的一台小车 这样就非常好 再来我们刚刚讲到的 像内装的一些科技化 它也有10.25寸的数位仪表 然后安全的话 向来Skoda都会给到一个 非常高标的满配 像它有这个酒气囊之外 它也有这个Travel Assist IQ Drive 就是Level 2 一键启动啦 这种相关在市区高速都有全速域 这样的一个跟车 我觉得以这个小车来说的话 Fabia这一次是很有竞争力 而且我觉得最大的重点就是价格 如果你是1.0的 你去看它之前2021 model 上一个世代的价格 其实几乎一样 现在是799跟849 几乎没什么变 这在大改款来说 是蛮难看到的状况 而且现在涨声响起的时代 它居然大改款 没有涨什么价 而且它的1.5当初 跟我市价的推测价格 也算是蛮跌破眼镜 我原本我看到大家的同研 大概都推可能95到100万 是一个蛮合理 就是它出来一个91.9万 1.5的车型 所以我觉得价格也是非常有竞争力 老爹同样推荐了Shkoda的车 车身尺码我们对比Fabia的话 它要略大一点 而且真的空间会非常的好用 我们就来看一下Skala Skala也是有两个版本 同样是有三缸 1.0 四缸 1.5 对不对 对 那你会怎么推荐 你会怎么选 但我要先讲一下 好 我觉得为什么穿短裤 因为很多朋友其实在关心 你的脚伤现在如何 好很多了 我真的站住 比如说因为我是左边受伤 所以你看我这样两边 你会发现两边颜色不一样 我的右腿比较深 因为还没好 左腿比较浅 因为老爹真的是用自己一个 惨痛的经验告诉大家 指外线灯 你要特别小心使用 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 不管功力多强 我觉得要小心 那个杀菌当然要小心 但是其实我要讲的是 为什么我穿短裤 是因为制作单位说要拍我的腿 不然其实因为穿短裤 通常介绍的车 我比较不太习惯 通常穿长裤 你会担心不够 观众会觉得说 你还怎么 对 装重的问题 老爹特别要说明一下 也谢谢大家的关心 对不对 对 谢谢 好 那我为什么觉得它超值呢 就是说 因为刚刚其实 新南有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 德哥那你讲的 比如Focus 因为它其实它就是一步 你坐上去 随时会让你觉得 就是很有战斗力的一部车 但现在 但有一些 就是消费者 他不一定要有 那么大的一个动力 他想要用差不多 差不多的价格 买欧洲车 对 底盘一样很好 然后一样有主安 但是可能空间机能 那配备也不差 空间机能也比较大 那Skala我觉得是一个 我个人觉得非常好的选择 像刚刚终于讲到 我先讲它的售价 入门是 三缸 1.0 马力是110p 90万左右 90.5 但是 多5万 你多10个配备 那我们现场 这个我先讲 因为我借不到 90几万 我们今天主题是百万内 对 但是它加3万 就103 稍微破一点点 那就是主要 这是最顶规的版本就对了 这是1.5的四高 对 价格应该是103.9 对 超出了我们的百万预算 一点点 但是其他配备都一样 就差这颗引擎 因为编辅箱都一样 了解 但是我就借了这一台 如果假设你更想要动力 大一点点 例如说它有150p的话 对 你依旧可以选择这个版本 对 你如果需要油门下去 对 还是加速感明显一点 对 配备都一样 就差这颗引擎 95跟103 差8万就差 这个圆灵 吉他都没差 所以我认为 其实95那一个 它的CP值是最高的 对 因为配备都满 只要听起来有道理 对 好 那车头 我们在外观简单看一下 就是第一个 因为走钻石造型的这种 Skoda的一个水浆护照 这当然是它的一个家族连孔 那我刚刚讲 这个几何多光束的一个LED头灯 再加上 蛮运动化的一个气霸 其实它车头其实还蛮好看 而且它引擎盖有四条折线 是 往车头集中的一个感觉 就有个力量感 对吧 对 好 车车我觉得是这部车的重点 我先讲 第一个 如果是90 就是到了这个所谓的顶规 它就是铝圈尺寸大一寸 但是我刚才 这个车长呢 其实我比较喜欢 因为它大概接近4米4 跟Focus大概是差不多的 但是你注意看 它的车身比例 你没有觉得跟一般先备车 比较不一样 对 它的车头比较短 它有一点像旅行车的线条 它有一点像稍微缩小的 缩小一点的旅行车 这个我就很喜欢 然后再一次 我把这个声音稍微消一下 平靶的方向盘 对 平靶方向盘 就是我刚刚讲 就是95以上的等级就会有 然后这个Akentara的脊皮 然后包覆性算还蛮运动化的 这个前双座的一个座椅之外呢 然后中间的大荧幕啦 还有一个我要讲 其实它在新年式就改成是全 10.2寸的数位仪表 现在这个是因为四层车 所以当然就是它还是传统仪表 这个我要稍微讲一下 然后像这个气氛灯啊等等 我觉得还有像这个 这个叫什么 法斯纹 这个叫什么色 有点玫瑰金 对对对玫瑰金 玫瑰金这个颜色 其实我觉得很喜欢 中间还有法斯纹的一个设计 所以其实我觉得 以质感跟扎实度来讲 还有MQB的底盘 这德国嘛 德国的底盘 所以我认为其实开起来 其实很有感 还有是它的后座空间 我们也来比较一下 后座空间 因为刚刚都说了 它有一点Led Wagon的这种样子 我来讲一下 我示范一下 好啊好啊 好我坐进去 第一个 你看它的这个脚踏的这个底板 其实它坐得非常低 那非常低呢 你看而且刚好我的 但我的身高就是算中等 然后就大概170 但是你看 它的坐垫呢 竟然就是跟我的腿几乎是密合的 所以以支撑性来讲 我觉得就很刚好 你看你现在做这个样子啊 完全就到你的大腿的膝盖窝这里 你会觉得整个完全支撑 长途乘坐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舒服 对 嘟嘟好 而且我的头部空间呢 有这样子 就是真的要比起来的话 我讲大概有一个半拳头 一个半拳 你看有没有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以车内的头部空间来讲 它表现算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但中间比如说有两个 这个Type-C的充电孔 小朋友坐后座 就是可以各自充电 好 我觉得后 车尾的一个造型 但我觉得也蛮运动感的 比如说LED的尾灯 有一个L型的一个造型 因为它也是头尾都是LED的灯 然后一样有转向辅助功能 对吧 然后上面的这个压尾 其实我觉得大小刚好 因为有时候太小不好看 太大运动化 感觉比较强 重点是它有电动尾门 好 我告诉你 其实我刚刚讲 我们刚刚看那个车侧车身比例 它的车头你会觉得比较短 其实就后箱不倾倒的公升数来说 它比Focus大了126公升 它是467 Focus是3 4多 所以光后箱空间就大上一截 而且它应该也是同机里面 表现最好的 还有一个我刚刚讲95万以上的这个等级 它有双层的这个隔板的功能 比如说怎么双层法 你看像我这样打开就是上下一层 但如果说你不需要 你可以把这个底板往下放 就变这样子 变成是你的整个高度就更高 所以这个是在同机里面 我觉得也是 对 算是很特殊的一个功能 但这个当然就遮阳板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车应该讲说 如果跟Focus比起来 当然就是动力稍微差一点 但是以空间机能 后箱空间等等 我觉得其实是更实用 而且油耗表现也稍微好一些 对 所以如果你一定要在百万内 其实它的一个豪华动能板 就已经很高CP值 现在来的是豪华精英版 老弟也觉得值得推荐 等一下再来看大卫哥推荐的选项 以及百万级距内 大家觉得很有竞争力的车款 还有哪些新消息 稍微回来 地球王金线 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事报导 年底Toyota的全球 调校出来 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太照进的 这种个性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台下油门 地球王金线邀您一起上线 下油门